一年集团 第三集 企业心学办医院该如何评价 在台湾 许多以盈利为主之大型集团 旗下都有非盈利之医院或学校 如台数集团之长庚医疗财团法人 长庚学校财团法人 财团法人长庚大学 财团法人明治科技大学 以及我们今天要讨论 一年集团之益大医疗财团法人 财团法人益手大学 财团法人高雄市私立益大国际高级中学 创办人或公司经营层在企业经营有成后 以心学或经营医院来回馈社会 无可厚非 从ESG角度来看 这样的经营层是值得给予肯定与正面评价的 但作为一个上市贵公司股票投资人 或债权人又该如何看待呢 事实上旗下有医院或学校 并同时有上市贵公司 以盈利为主之集团 可能远比你知道的还要多 办学或经营医院等非盈利试验 并非宗教团体的专利 其他例子还包括 国泰蔡家之国泰医疗财团法人 新光无家之新光医疗财团法人 核信集团之医疗财团法人 故宫量基金会 中信集团之中信学校财团法人 远动集团之医疗财团法人 许原至先生医疗基金会 与财团法人原至大学 润泰集团之影书田医疗财团法人 台南邦至南台学校财团法人 奇美集团之奇美医疗财团法人 敏识集团之大华学校财团法人 宏国集团之宏国学校财团法人 大同集团之财团法人大同大学 常义集团之财团法人朝阳科技大学 大业集团之财团法人大业大学 我们可从两方面来讨论 一、企业或其经营层所 捐助成立之医疗财团法人 学校财团法人是否能够自己自足 是否需企业持续捐助以维持盈喻 二、该医院或学校是否扮演 集团控股公司的角色 慷慨很好 但慷他人之凯可就不是投资人 或债权人所乐见 我们需关注 进行成究竟以个人名义 或企业名义来捐款给财团法人 前者给予正面评价 而后者是情况可能需给予负面评价 医院或学校扮演集团控股公司并不违法 投资人或债权人应关注的是 企业在捐款给财团法人后 该财团法人是否回头购买企业的股票 来帮助企业经营层巩固经营权 有了这样的概念后 我们回头来看一连集团的状况 一大医疗财团法人于2000年4月17日 由一连集团创办人林毅首先生所捐助设立 目前财产总额及盈利事业所称之股本为10亿元 2021年医务收入及营业收入118亿元 较2020年之105亿元 年增12.5% 税后余处17.8亿元 为据不错经营绩效之医疗财团法人 进一步分析收入组成 等级为区域医院至医大医院占63% 而等级为地区医院至医大研治疗医院 与医大大仓医院则各占24%与11% 于收入则来自医大护理之家 产后护理之家等副社机构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远工人数为4787人 已是颇具规模至医疗财团法人 从近14年营运状况来看 医务收入稳定在成长 医务净利率及营业利益率 也由2016年2.22% 逐步上升至2021年之6.88% 设立迄今不过20余年 累积余处已达77.5亿元 经营曾经有目共睹 若分析账上持有之被公出售 以成本衡量及彩权益法等金融资产 可发现秦宜设施自家集团公司 其中持有2041夜贸实业股权 高达24.2% 帐列财权益法 而持有9957夜连股权 则有1.64% 帐列被公出售金融资产 包括了同集团上市公司 2023夜辉 及一联想并购之上柜公司 2035唐龙 其中对夜辉持股高达3.28% 你是十大股东 我们继续来看财团法人 一手大学 设立于1988年1月21日之财团法人 一手大学目前财产总额95.5亿元 累计于处16.3亿元 董事长为零一手 109学年度学生人数约1.4万人 收入24.7亿元 收支善于0.76亿元 帐上持有集团公司之股票不多 百余万元而已 与集团成员公司之往来 主系产学合作收入 租金收入与支出 107学年度 来自集团成员公司之捐赠收入为188万元 纵上所述 应给与一联集团经营之学校 与医疗事业正面评价 祝贝